我相信大家知道 人所以為人是因為有人權 大家知道在國際人權公約 有選舉權、被選權、投票權 這個是很起碼作為一個人、一個尊嚴 無論你用什麼藉口都不可以剝奪 我相信在座每一位 包括台上、台下都是 但是這種權不能用任何理由剝奪你 剝奪你的話 換句話 你已經開始不尊重這個人或者這班人 當然政府有很多藉口 壓迫一些人、理由一些人 用千方百計去剝奪我們的選舉權 這五位議員用他們的方法 大家看看 這是他們基本上可以用到的權 不是因為他們的方法 所以有時候我們會覺得 當他們做出這樣的行為 我們是互相尊重的 我們社會 香港人受到別人的尊重是什麼 就是香港人是著重人權 但是很不幸 現在的人權 一路一路都受到剝奪 用其他理由也好 有時候很難去理解 政府本身是這樣做 但是我們真的很欣賞 無論是年輕人也好 什麼年紀也好 香港人真的很想 他的基本權能夠在一步不讓 因為為什麼是這樣 這樣才受到全世界人的尊重 但是假如我們本身 用任何藉口剝奪這個權利的話 我覺得這是很可怕 而且很可悲 最後 人最低下高的尊嚴 你都不顧這是很慘的 所以我很強調 其實這四個方案 全部都是假的方案 只是找一些藉口 去剝奪香港的人權 我相信作為香港的人 我們在這裡自由可以表達 我們一定要出聲 千萬不要啞隱 如果啞隱的話 連香港最基本最基本 民權的地方都沒有 這個真的很淒涼 所以我呼籲 大家用不同的方法也好 大聲叫也好 拆講也好 一定是要支持我們的轉舉權 不要被任何人用任何藉口的剝奪 多謝大家 我們繼續邀請下一位 好 閻達明先生 好 謝謝 你好